请问赵飞博士 您认为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什么时候可以去旅游呢 这倒是一个好问题了 其实来说的话 在目前来说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病情是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的 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旅游 但是我们再看这个迹象来说的话 我们认为科学家们认为 可能这个疫情永远都不会结束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毒在目前来说 让我稍微来解释一点点 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毒是一个RNA的一个病毒 它是不断的 它感染了我们人类的以后 它会把它自己的基因做一个copy 你也知道 当年的copy从一个人 不断的去拷贝又再拷贝又再拷贝 又不断的这样子拷贝 有的时候这个拷贝的话 那就会出现问题了 那它一旦出现问题 我们叫做变异性的一个病毒就会产生了 如果说它没有不断的在拷贝的话 那它就不会出现变异了 但是目前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有可能 人类没有办法达到群体免疫 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科学家我们认为是 大约是70% 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是80% 但是我们认为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群体免疫 有一些人一不愿意打疫苗 有一些人他根本也来不及打疫苗 然后就已经被感染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了今天 我们还是不断的在感染 还是有那么多人 你要知道最近来看的话 全球这个疫情因此而死亡的人数 已经快要达到300万人了 我昨天看的时候是在297万人 已经死亡了 而在比个例子来说 印度方面的话 已经每天达到了20万人的一个感染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毒不断的还是在做copy 不断的在繁殖 从这个人copy到另外一个人 再到copy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就会有变异的一个产生了 一旦有了变异的产生的话 如果再继续下去 我们现在基本上 我们是在跟这个病毒来做赛跑 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 把它给灭掉 所有的人达到一个免疫墙 群体免疫就是说 这个病毒我打了疫苗 到达了我的身体 没有办法再繁殖下去 我挡住它了 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他也有疫苗 他也挡住它了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 这个病毒的一个繁殖 只要有人没有打过疫苗 他们继续繁殖 我们没有达到 群体免疫这个疫情就会继续下去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每年需要有另外一个疫苗出来 就像流感一样的 来帮助我们抵抗这一些变异的这一些病毒 再者 就算我们今天能够毁掉这一个新冠肺炎 你要知道吗 在蝙蝠的身上 动物的身上还有多多少少的病毒啊 我们人类的这些感染有70%来自于动物 你可能会问我 我离开一点点的话题 你可能会问说 有没有一个疑问说 为什么都是在蝙蝠身上呢 全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呢我们有一个组织 每天这些科学家就是在跟踪这些蝙蝠 OK 然后的话呢 我们会拿抓这些蝙蝠 然后不断的在做记录 来分享给世界各地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蝙蝠 它有一个很特别点 它病毒感染了以后 它不会发炎 所以的话呢蝙蝠的身上呢 它可以跟病毒共存 所以在蝙蝠的身上 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动物 在它的身上呢 这些病毒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病毒 意思就是说 蝙蝠的身上呢 等于是说 它是一个库存 一个病毒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的病毒就活在这些蝙蝠的身上 然后这些蝙蝠一旦接触到了我们人类 它有可能 或者是接触到一个动物 中间的一个动物 然后这个动物再接触到我们人类 就有可能变异到会感染我们人类 再者 更加可怕的在于哪里呢 在于蝙蝠 有一些蝙蝠寿命太长了 35年的寿命啊 所以的话呢 当它的寿命这么长的状况底下呢 那意思就是说 它不断的在培养这些病毒 所以呢 就算这个新冠肺炎结束了 我们可能还有第二个病毒 就会产生出来了 所以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呢 如果说有疫苗 我们还是需要打疫苗保护自己 再来另外一点 预防剩余治疗 不管就算这个疫情 我们能够毁灭它 我们还是需要保护自己 因为还会有新的病毒的一个产生 OK 所以呢 维持好自己的一个抵抗功能 我们才能够抵抗各种各类的感染 截团 截团 请